賣力跳動大聲吶喊 唱起球星的招牌應援曲 就算沒有樂器 球迷不減熱情 這裡是日本武士隊 雅冠賽宮崎集訓地點 也是重要的棒球勝地 為了備戰雅冠賽 宮崎的集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日本隊透過跟職棒隊的練習 來達到以戰仰戰的效果 而且宮崎這地方 過去到現在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集訓地點 抱著年幼孩子 帶著太太從鹿兒島來宮崎看球 就是為了喜歡的棒球 像她這樣的日本球迷還不少 十號和巨人隊的練習賽 非假日就有千名觀眾進場 談到宮崎的棒球熱潮 住在九州地區的山田先生 相當有感 今年二月就曾經隨著TBS團隊 腳步來到宮崎球場 採訪經典賽的日本隊陣容 雅冠賽集訓再次來到這裡 山田先生表示 宮崎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適合各項運動 宮崎每年靠著職業球團的一地訓練帶來不少前潮 根據資料顯示 2021年在宮崎舉辦春訓的球團 日子有獨賣巨人 廣島鯉魚二軍 養得多二軍 福岡軟營 習武師 歐立士 樂天經舊二軍這麼多隊 運動商機逐漸發酵 日本的話 這個宮崎應該是全日本最重要的集訓的地方 那其實不只是棒球 包括職業足球 國家隊也是在這邊集訓的 那宮崎這個地方呢 它的這個主要的集訓的中心 其實就是本來巨人隊 平常在用來做春訓球訓的地方 那它一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 它本身這個場地非常的大 非常的豪華 設備非常的充足 宮崎勝定運動熱潮 隨著球員精彩表現 商機滾滾而來 TVH新聞 李維華來源民 日本宮崎採訪報導